欢迎来到福原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的是照烧鸡肉汉堡 浓浓的照烧酱汁 搭配自制的汉堡酱 味道太棒了 食材和制作方法都很简单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首先要处理一下鸡肉 鸡肉要这样带皮的 像这些软骨啊,脂肪都是需要去掉的 边上多余的脂肪也要去掉 开始处理 去掉这些主要是为了保证口感 这个鸡膜都要去掉 这个是已经处理好 洗干净的鸡肉 然后把厚的地方改一下刀 让它变得尽量一样薄 这样会更容易入味儿 在一个盘子上,底部撒上盐 把处理好的鸡肉放上去 表面上再轻轻撒上一层盐 不需要咸,就是为了让它腌制一下 入一点底味儿 再放一小勺米酒 再腌制一下 这样能去掉一些腥味儿 放冰箱里腌制十分钟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照烧汁的调味料 30毫升酱油 30毫升米酒 30毫升味淋 20克白糖 最后一味重要的调味料 这个是20克番茄沙丝 今天我做的是家庭版的照烧汁 如果是餐厅里 调制的方法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有机会再和大家介绍 番茄酱一定要全部融开后 才算是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西红柿和洋葱 我们现在调一下那个汉堡酱 30克的蛋黄酱 这个是好吃的关键 要放一小勺炼乳 然后再放适量的柠檬汁 搅拌均匀 这样调完的汉堡酱和快餐厅里的一模一样 煎好的鸡肉拿出来 放在无防纸巾上 蘸干水分 然后我们在表面上撒上淀粉 要两面都撒上 我放的是玉米淀粉 如果没有的话 放红薯淀粉也可以 薄薄的粘上一层 就把多余的淀粉弹掉 因为淀粉过多的话 它会吸收很多油 这样它做出来就是脆脆的了 放一小勺油 把鸡皮尝下放入锅里 煎的时候稍微压一压 火锅已经煎了两分钟了 小鸡已经焦了 哇 翻面之后 我们用西洋薯去掉多余的油分 煎好的这面是金黄色的 脆脆的 小火煎两分钟 把调好的汁倒进去 开中火 现在变成冒这种大焦的时候 就可以把火关小 然后把汁浇在鸡皮上 不要翻面 因为翻面的话 这个鸡皮就不脆了 直到这个浇上汁以后 它不往下流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汁能牢牢地附在鸡的表面 可以关火了 就这个状态 看这个鸡肉多嫩呢 放上菜 放上洋葱 新红柿 淋上一层酱汁 最后加上汉堡酱 看着就有食欲 这么做的照烧鸡肉汉堡 很适合带出去野餐 或者带去上学上班都可以 但是呢 因为这是大块的肉 所以很过瘾 很过瘾 皮还是比较好 当然有点脆 然后配上那个甜甜的 番茄酱 非常好吃 好吃又简单的日式汉堡 在家就可以轻松完成 大家也来试试吧